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6日新四,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轮眼看世界》The Voice节目 刚刚呢,几个小时之前,是美国政府特朗普呢,是刚刚签了这个Executive Order,就是行政命令 是说45天之后呢,进这个抖音,当时呢,我第一时间给大家报出来之后呢 没有想到呢,就是刚刚发完这个行政命令呢,紧接着又发了另外一个行政命令 就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这个区别呢,就是把这个最后的这个抖音TikTok这个词呢 给换成了这个WeChat,所以呢,等于是这个特朗普今天晚上是两年发 把这个抖音和微信全都禁掉了,但是呢,美国一向呢,是给你一个这个缓冲的时间 就是还比较这个人性化,并不是说及时生效,而是呢,45天之后 如果呢,抖音和字节跳动的这个母公司,也就是说 不好意思,抖音的这个母公司字节跳动,还有这个微信母公司腾讯 无法把这个抖音和微信是在美国的业务卖给美国公司的话呢 45年之后就会这个禁这个抖音和微信 关于抖音这个呢,我觉得我的听众里面应该用抖音的比较少 都是非常年轻的,一般都是这个teens,就是十几岁小孩 可能二十出头的小孩这个玩的,应该影响不大 如果那么小的小孩估计也不会听我们这个政治评论的这个节目吧 但是这个微信呢,我觉得现在一百个这个中国人里边 在美国的,不能说一百个吧,至少99个人都有微信 所以这个影响呢,大家都觉得会非常大 所以呢,刚刚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相信大家也是通过各新闻呢 都看到了这个,觉得呢,就是五雷轰顶 以后没有微信这个用了,跟很多人朋友怎么联系啊 还有就是,很多人是这个做这个生意的 都是通过微信转账,没有这个话 你不是把人的这财路给断了吗 所以啊,我也看到了过去几个小时 很多的这个朋友圈里边呢,都开始注册这个LINE 还有注册这个什么Telegraph,叫做什么电报啊 还有QQ的,我是这几个全都没有用 我也没有注册 我觉得呢,也不是像这个很多朋友反应这么大 有必要反应这么大 因为其实呢,并没有这个,大家想象这么严重 我现在就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呢 这次呢,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到最后呢,很可能根本就进不了 抖音,微信都进不了 我就把话放在这儿 45天之后,90%进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是美国的这个 特朗普这么做的一个这个基本的原因 就是通过选举呢 来这个,想用一些这个箭斗偏锋的一些 这个极限施压中国 来获得一个比较强的这个民众资支持 尽可能翻盘 当然呢,它这个能不能翻盘 我是很强的疑虑 第二点呢,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进不了 就是因为,美国呢,它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权呢 还有这个体制决定的,并不是说很多事情都是能够一直命令 这个,不通过国会,完全是通过一个行政命令 executive order 就能够总统一个人就是一说就搞定的 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每年几十个executive order 就是真正能够实现的 其实并不多 大家可能都没有关注 就是说最著名的几个呢 很多呢,都是这个 要么是受到这个诉讼 要么就是被这个法官以这个违线为由给block住了 就是让他暂停实施了 我觉得呢,就是在美国的朋友也没有必要惊慌 不用担心失联 没有必要马上就是注册什么QQ啊 还有那个LINE啊 Telegraph,电报啊 完全没有必要 我预测呢,近期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是怎么样呢 腾讯公司还有自觉跳动公司很快 就会到这个美国联邦法院起诉特朗普政府 尽可能的阻止这个禁令实施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这个行政命令啊 比如说什么禁幕令啊 特朗普刚一上台禁幕令 还有什么呢 就是前一段时间闹的这个沸沸扬扬的 就是修改这个留学生签证 这个规定 让大家如果上网课 那接下来这留学生就不能来美国了 这个发布出来之后呢 很快就被这个相关的机构给告了 我们知道呢 这留学生是被哈佛大学和这个MIT 美国最强的两家大学给告了 而这个禁幕令呢 出来之后也是被这个 应该是叫这个ACLU 我忘了那次词了 就是美国的一个这个 一个民权组织也是挺厉害 里面很多律师 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这个部门呢 就告上去了 美国一旦告到这个联邦法庭呢 美国这有这上百个这个联邦法官 只要有一个 比如说他真是他那个法院受理这个了 只要他一裁决你违宪 那你就只能是暂停执行 禁幕令啊 就是这么有一个法官 让你这个裁决你这个违宪 就他不是说把你这废除 让你暂停执行 然后接下来呢 再来进一步的审视 而这个留学生的那位 给大家说了 被这个一告呢 一个星期之后 美国政府就自己就给软了 就把那个留学生 竟然给废除了 想象于是 所以大家没有必要这个惊慌 而且据我所知呢 很多的这个华人的律师呢 在美国呢 也是准备去 这个联邦法院去起诉特朗普政府 其实在美国呢 你这个告政府 并不是说一个非常 让你有危险的这个事情啊 这个早在一百多年前 中国清朝那时候 清朝过来的这个人 最著名的一个案件就是 那个哥们儿是 最终是状告这个美国政府 美国到最高法院 美国最高法院的是裁决 那个哥们儿胜诉了 叫哦对 叫这个黄金德 黄金德案 大家可以看一下 黄金德胜诉之后呢 联邦这个最高法院就裁决 说这个美国在出生 在美国出生的呢 就有这个公民权 所以如果是公民的话 你不能是禁止他这个回国的 说到这儿呢 可能这个大家有想到五个亿了 别扯这了啊 行吧 就是说这个你在美国 告对政府呢 很多呢都是能胜诉的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 这个打击报复 这个跟中国这稍微好点 我只能这么说 还有就是什么呢 你只要这个递交诉讼之后呢 联邦法院 它就有可能是 这个阻止进行执行 然后阻止执行 暂停执行之后呢 进入法律程序 真正开庭审理 大家也知道啊 这个像这个华为 CFO孟晚舟什么的 在加拿大 还有美国 都是一个体系 开庭啊 就得需要很久 可能需要一两个年时间 甚至更久 所以这个呢 就会一直 打下去 打到最后呢 有可能就是 美国政府就撤诉了 而且更大概率的事件 是什么呢 特朗普11月初 11月3号 美国中国大选 它有可能就下台了 一旦下台呢 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所以最主要的什么呢 大家呢 还是应该 用这个法律的手段 你自己没法告 你可以等着 这个腾讯告 等着自觉跳动告 而且呢 这些大公司 不是吃素的 中国国内大公司 大家应该有信心 这个跟美国大公司一样 都养着很多很多的 这个律师 不会是这个 养兵签 养养兵一时 不会说是随便 这个一旨的 这个行政命令 就把你这个公司搞垮的 这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且这一次 如果真的搞的话 受影响表达 苹果公司 那肯定也会 这个去联邦政府 起诉 特朗普政府 违宪 而且呢 美国违宪的 这是一个 这很模糊界定的 很多事情呢 特朗普一个行政命令 马上就有人告违宪 这个违宪呢 你说它到底 是不是违宪的 也没有一个技术上 非常容易判定的一个标准 所以呢 这个法官 他裁定你违宪 那就是违宪 所以最主要的呢 就是我们拖到 11月份大选 还有不到90天 结束之后呢 美国的政治气候 很可能会发生变化 到时候呢 如果特朗普真的下台了 他最后呢 那两个多月呢 很可能也不会再继续强硬了 有可能会改变策略 会妥协 那么等到新的政府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 我觉得呢 尽管他就算是延续 现在遏制这个中国的策略 基本的战略 但是呢 他也不会 就是像特朗普这样 就跟疯了似的 这个狂线桌子 直接把这个矛盾弄到台面上 使用这个极限施压的政策 所以大家呢 就是不要担心 美国有 毕竟是三权分立呢 这个行政权呢 受到这个司法权非常严格的这个审查 还有各种的监督 而且呢 这个行政命令 经常受到违线的挑战 所以呢 法官会帮你的 并不需要所有帮你 只要有一个联邦法官 你把这个官司打到那儿 他如果是裁决的危险 这个事儿呢 就搁置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这个观点 可能跟很多这个其他自媒体 我看刚刚发的这个观点 非常悲观的观点呢 完全不一样 我那是非常乐观的 大家真的没有必要太担心 90%这事儿呢 这个雷声大雨点小梅 那边试试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非常感谢您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您支持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